来 来吧 死 我欢迎你 因为这是朱丽叶的意思 怎么 我的灵魂 要和我谈谈 天还没亮呢 天已经亮了 已经亮了 天越来越亮 看我们悲哀的心 却越来越黑暗 林老师和乔老师演得真好 两个人都那么漂亮 演这两个角色真是登对 是啊是啊 这就叫赏心悦目 对 那么闯啊 让白昼进来 让生命出去 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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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一个吻 我就离开 是 乔先生 你怎么打人呢你 小北辰 你干什么 这句话应该我来问你 他干什么呢 我们刚才是在排练 小三生 你别误会 这位乔先生 是我们学校的资助人 他们只是在排话剧 刚刚都是误会 死了 没事了 资助人就可以 互作非为 小三生 没你说的分 小北辰 承昱是我的朋友 你没事吧 你对我还有没有半点尊重啊 你要的尊重 你要的自由 就是给人男的亲亲我我 什么是演戏你分不清吗 好 是我没理解青春 是我不找记性 我警告你 下次让我见着你 我找把枪 无论在哪儿 我毙了你 乔先生 没事吧 先生没事吧 去哪儿 去哪儿 出什么事了吗 停车 君子 军人的脸面 还有十分钟 三哥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别打了 我跟你说几句话 你别生这么大的气啊 人家乔江和杭景刚认识啊 两个人排练 是因为 帮助学校筹钱 别想那么多了 哎呀我怎么闻到错味这么大呢 还行等等等等 怎么样 军团长啊 我的枪法准吗 行啊 还以为你生疏了 别男人强 你看啊 我都这么有男子气概了 你呀 就把心放宽一点 我是不担心杭景有什么死心 可你看见那心 瞧得看杭景那眼神了吗 哎呀不是 人家乔江 富家子弟 生活其实挺简单的 平时呢 就喜欢收集一下古董啊 然后自己制作一些风筝 嗯其他的也没什么了 你说什么 他做风筝 对啊 他喜欢收集 各种地方的风筝 各路各款的风筝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